他不是一張就直接撕掉 因為他中間有卡一個排線 所以他也排線的位置也都有考慮進來 所以他分片撕開 對我會等一下會分片撕開 因為這個我們你看上面就會有一些排線啊什麼 所以他沒有辦法這樣一次撕開 所以我等一下撕開的時候會分斷 好 那你們OK的話我就開始囉 好 好 來 旁邊黑色就是膠的位置 那我現在把他壓合上去了 這樣是手機好的狀態 來我現在要上壓的字距 好接下來我們要做壓的動作 請同仁先把字距先拉開 讓他們拍一看 拉開以後先拍一看 這是每一個機種專屬的 這個看到的是下面的模具 上面模具還在那個箱子裡面 好接下來我們要把手機放進去 他專屬的字距上面 之後呢我們會把下字距推回去 好 好 然後現在宏仁呢在設定的是時間 然後呢 旁邊呢是他的這個壓力值 那請宏仁為我們介紹一下 這款手機他建議 就是我們在公司的說明書上面 都有建議的時間跟壓力值 對 那這款手機呢 維修 維修手冊給我們的 標準值是 他需要透過950N 壓13秒 對 所以呢 我現在會開始 會先讓壓力到達那個值的時候 我會開始按下計數 然後壓核13秒以後 我們會再把那個壓核字距放開 所以要比達950N正部50 N就是牛頓 950牛頓正部50的區間 好 13秒 好 13秒到了以後 我們就會把 放開 然後我們就代表這一個 手機的螢幕 已經被壓核好了 那 後續的動作 就會再進到防水測試站 去做防水測試 PASS的我們就會出貨 那 Fail的 我們就會繼續再 往下一個步驟檢修 OK 謝謝